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博爱校区的树田馆 在我们学校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那作为这个交通大学最早的校区 在1970年呢 我们在这里盖了我们交通大学的第一栋的图书馆 那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实我们这个栋建筑物 后来也作为我们学校生物技术学院的 生科实验馆 那大家知道在2021年 国立阳明大学跟国立教育大学合校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两校区的这个场项 包括医学跟工程 我们希望能够发展一个未来医学的一个蓝图 所以在博爱校区呢 除了我们会建置未来的智慧医院之外 我们医学院在2022年呢 也透过宁衍良总裁的这个捐助 我们将原来的生科实验馆 将它改建成这个工程医学发展的基地 也就是现在的树田馆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呢 透过结合工程跟医学跟科技 我们能够发展未来医学 让我们的医学变得更美好 树田短作为工程医学发展的基地 我们希望它能够兼具教学 临床跟研究的三大功能 所以在这栋建筑物的设计上 我们希望能够将一二三楼都能够兼具 各有特色的这些功能在里面 那一楼作为我们的教学的场域呢 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多功能教室 可以容纳所有医学系学生在这边上课 同时呢我们也会配合 大三跟大四这些临床的 这些基础临床的课程 我们就设计两间的问题导向教学的教室 它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些上课的远距的会议室 同时我们会让学生可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发想 我们也可以在一楼有很多的讨论室 让学生们可以自由的运用 那学生们都有自己的这些空间 可以在这边念书以及学习 那工程研学最重要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这个电子资讯 这些技术 然后能够作为我们这些大数据 包括AI等等这些的研发 所以在二楼呢 我们其实有完整的这些 Dry Lab 包括我们的这些健保加值的这些机房 以及我们这些资讯的资料的储存设备在这个地方 那同时也有电子电路实验室 那最重要的是 为了能够配合未来我们在临床上的教学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完整的 这个临床技术训练中心 它结合了我们在数位医学技术医疗研究中心的模拟病房 我们在这里面将台湾所研发的最新的这些智慧医疗设备 能够在这边让同学们进行运用跟发想 同时也能够将这些设备运用在我们临床的学习跟照顾上 那三楼呢 很重要的是 我们这些工程医学不是只有这个电子跟资讯 我们其实也希望透过分子生物工程的这些研发 我们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完整的实施实验室 能够让老师跟同学们在这里针对分子生物医学的工程 进行最新的研究